4月25号20时59分 神舟18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 在江苏省徐州市沛县 航天员李广苏的家人、亲友、老师 守在屏幕前观看发射直播 共同见证激动人心的时刻 当晚在江苏省沛县湖寨镇中闸村党群服务中心 航天员李广苏的父母、岳父母 家乡亲友、学校老师等齐聚一堂 一起为航天员李广苏加油助威 我姿子当下高难员 我心情实在高兴 说他一晚上 什么消息一晚上没睡得觉 我预祝他在太空圆满完成这屋 我弟弟即将上上太空 我在家乡为他加油 加油 我大爷要上太空了 我大爷也要上太空了 我女儿找着女婿很精棒 好样的 亲友团在送祝福的同时 也回忆起航天员李广苏小时候的事 高二时候 他说妈妈现在找飞行员 我说找飞行员 你这上学咋找飞行员 他说就在学校里找手 我那找手 那你看到你要不先吃苦你就去 他说得那我试试吧 我说那好吧 然后他验了几次都过关 各项指标都挺好 就录起了嘛 2020年他又说他要上航天 我说哎呦 我说你这梦想太大了 我说能实现得了吗 他说不管成功一辅 我得努力一把 成绩特别优秀 还特别努力 他经常和我聊天 在聊天的时候 他就说老师 我想当飞行员 当时我就说 我说孩子 那你要有梦想 那你自己就去努力 随着发射时间的临近 航天员李广苏的父亲李厚林 母亲徐贵兰 紧紧盯着电视屏幕 静静等待着点火时刻的到来 我宣布 神舟18号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当电视里传来喜讯时 亲友团立刻沸腾了 李广苏父母也激动地失了眼眶 做帝国鸡 落馍 面筋糖 就这些吧 是他喜欢吃的 我都不重样给他做一遍 希望他回来能吃到妈妈做的味道 李厚林说 孩子的微姓名叫狂奔的蜗牛 孩子始终认为自己天资平凡 要像蜗牛一样 在奔向星城大海的路上 必须拼尽全力 采访中 李厚林希望孩子能够用尽全力 为国家做出更多贡献 今天我是把神空 在神空的时间 我的心好像就跟着 跟着飞船 一块胜似的 哎呀 现在非常紧张 最后神空成功 现在哎呀 就踏实了 希望我儿子能为祖国 做出更多的贡献 我儿子能够用尽全力的 我儿子能够用尽全力的 我儿子能够用尽全力的